你的光 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 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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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胡牧师 到了我们当男孩遇见女孩的时间 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 谈论婚姻 爱情等等 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常常困扰许多的人 就是到底在我们的信仰里头 男女情爱 这些到底占有什么样子的地位 我们在信仰当中 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想到以西节书十六章有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 我来读给大家听 以西节书第十六章第六节 这里神说 我从你旁边经过 见你滚在雪中 就对你说 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 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 我使你生长 好像田间所长的 你就渐渐长大 以致极其俊美 凉辱成形 头发长成 你却仍然赤身露体 我从你旁边经过 看见你的时候 震动爱情 便用衣精搭在你身上 遮盖你的赤体 又向你启示 与你结盟 你就归于我 这是主耶华说的 这段经文当然是在说 神拣选以色列名 成为归属于神的百姓 这里用婚姻 用爱情作为比喻 那个语言非常的直接 也非常的生动 神说 当在旷野的时候 我看见你 便发生了爱情 因为爱情的缘故 所以神就救活了他 然后照顾他 和他立婚约 使以色列人归属于神 这段经文从信仰的角度来说 当然是要把神对我们的 那个坚定 那个关系 看重等等表达出来 可是如果我们在仔细地追究 这一段话的背景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用婚姻来描写 神跟人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我们回到以色列历史的开头 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头 在那里是以色列百姓离开了埃及 他们来到西乃山下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和神立约 在那个立约之前 有关预备的过程 神有许多的吩咐 神告诉摩西 摩西就下山来吩咐百姓 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第十五节 第十四节 十五节那里摩西说 他叫百姓自洁 所以百姓们就洗衣服 然后他对百姓说 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 不可亲近女人 为什么在圣经里头 一方面我们看见 好像神用婚姻来比喻 神跟人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 当人要来与神立约的时候 在那个预备的过程当中 夫妻却不可以同房 是不是它只可以是一个文学的表达 可以说 可以想 但是实际的这件事情 夫妻的情爱或者是性爱 在圣经当中是没有地位的呢 其实不然 这一段有很多迦南宗教信仰的背景 迦南的宗教 特别是拜巴黎 拜亚瑟拉的这些宗教信仰 有它非常特别的观念 迦南人想象神庙 因为是神居住的地方 这个神呢 如果他是一个比较高阶的神 是所谓的大神 他的言行举止 当然就牵动整个的宇宙 这个神庙呢 一方面他是神的家 另外一方面呢 他是宇宙的中心 因为那个神是大神 他同管天地相当的一部分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这个神庙很特别 你到了这个神庙来之后 你好像到了某一个神圣的地方一样 在那里你所说的话 你所做的事 你的祈求 你的祷告 你和那个神所许的愿等等 都有非常非常大的效力 如果那个愿望被神明所允准了 所成就了 当然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所许的愿 他也就有相当的责任等等 迦南人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之下 他们盖了非常非常多巴黎 亚瑟拉等等的神庙 迦南人呢 他们到这里来 他们带着各式各样的礼物 路途非常遥远 因为这些神庙都盖在非常高的山上 都是在非常特别的地方 因为那里是宇宙的中心 这些信众他们非常虔诚 他们在路上 他们要刻苦己身 他们可能只能说某一些话 做某一些事 他们必须要注意他们的服装 衣容等等 他们要带对的礼物 在合适的时候 他们来到这个神庙 他们可能献祭 他们可能献礼物等等 可是在迦南的宗教信仰里头 最特别的是 有一种非常极致表达虔诚的方法 因为那里是宇宙的中心 所以在那里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都会牵动宇宙 怎么样可以让中东 迦南这块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 雨水滋润的地方 大部分的地方非常干旱 需要降雨 有雨水 有露水 植物才可以生长 有了五谷 大麦 小麦等等 人才有粮食 牲畜 也才有草吃 在人跟牲畜 都非常的健康的状况 那一年就是丰年 所以这个降雨 以及那里的四季的变化等等 是对当时的人来说 是非常关心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家人怎么样子的促进 所谓天地中间的和谐呢 他们的观念发展出一个宗教的仪式 就是信徒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们到迦南的神庙里头 在那里他们跟庙祭发生关系 这里的庙祭呢 按照考古学家的发现 有男祭也有女祭 有男信徒找男祭 也有男信徒找里面的女庙祭 有女信徒来找女庙祭 也有女信徒来找男庙祭 有各式各样的组合 在那里呢 因为当人和那个代表神明的男祭 或女祭发生关系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 那是人和天的一种合一 就在那个性关系发生的过程当中 宇宙的和谐就被促进 甚至于产生了 因为迦南的人是这样子的看 他们的神明 迦南的人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进行他们的宗教仪式 所以摩西在这里 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特别告诉以色列的百姓 规范他们 不要把他们所敬拜侍奉的 这一位耶和华神 想象成迦南的另外一个神明 所以他规范这里的 这一段预备的时间当中 夫妻呢 不可以同房 所以当我们明白 这一段的历史背景 我们就晓得 其实这是一个阶段性的 或者说是一个观念性的 一个调整跟改变 不是因为男人和女人的情爱 不是因为夫妻中间的性爱 在圣经当中是被贬义的 是人的犯罪 甚至于堕落的象征 没有 在圣经里头 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神的心意是要 夫妻 要男人女人 要整个人类的族群 在地上生养众多 神乐意看见 也乐意祝福 爱情和婚姻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可以明白 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头 有这么多用婚姻 来形容神跟人之间的关系 先知 应该如何回到上帝的面前 先知耶利米 先知以赛亚 先知以西节 以至于到新约里头 我们看见不管是使徒保罗 或者是约翰 他们都用婚姻来比喻 神和以色列人 基督和教会 为什么神这么喜欢用婚姻来比喻呢 的确在旧约圣经里头 有很多的 比如说父子的比喻 朋友的比喻 有各式各样 主人仆人的比喻 来比喻神和以色列人 或者说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可是在所有的这一些比喻当中 也许夫妻爱情这个比喻是最强烈的 这个其实也有一点点时代的背景 因为在古代的社会当中 不是每一个时候 人都能够体会 比如说亲子中间的关系 因为战争的缘故 因为家中经济的缘故 有许多人在年幼的时候 他们就被卖了 他们到别人的家里头去 有点像中国传统的 同养习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所以亲子 不见得是对当时的人来说 他们感受最强烈的 但是在古代中东的社会 古代以色列的社会 所有的人都结婚 对他们来说 夫妻反而是最能够明白的 透过婚姻 透过爱情 神让以色列人明白 原来神和他们的关系 是一种尾身的关系 即便以色列人背弃了神 神仍然没有从这个约的破裂当中 就离开 神愿意继续在这个约的关系当中 寻找复核 两边可以虽然破裂 但是重新和好 重新开始 它是一种完全的爱 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爱 是神付出一切 摆上一切 甚至于到了新约 我们看见 神为了我们的缘故 来到世间 为我们死 是一种极其牺牲的爱 也是在过程当中 不断地陪伴 成全的爱 所有的这一些 都是人在婚姻当中 慢慢慢慢体会出来的 大概从谈恋爱 成为男女朋友开始 一直到进入婚姻 我们或多或少的开始 发现这一些 我们会常常需要 因为对方的缘故 我们需要可能放弃一些 我们自己的自由 也许本来我想要去打球 可是今天因为她的缘故 所以呢 我必须要把打球的时间减半 我要去陪她 可能去上街 可能去买东西等等 可能因为两个人的关系 所以我必须要放弃 我逛街的时间 原来我喜欢逛街 我花很多的时间逛街 逛街当中带给我 很大的乐趣 可是因为她的缘故 今天我需要早一点离开 今天我甚至于可能 必须放弃 买某一些的东西等等 是在这一种 承诺的关系当中 我们开始体会 所以婚姻 其实它是非常有趣 人和神中间的双向道 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在我们的爱情 交往过程当中 我们更深刻的体会 原来神是这样子的神 反过来说 也有一些时候 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冲突 意见不合 在婚姻当中 两个人的关系 会非常紧张 会因为可能 各式各样的问题 困难等等 甚至于两个人 会有非常激烈的冲突等等 可是呢 也是在我们 越来越成为一个 所谓好的信徒 越来越明白 神是这样子的神 所以呢 我们可以反过来 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 用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观点 或者做不同的事 让那个关系 可以继续地持续下去 到底 在婚姻当中 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呢 如果我们用神和以色列人 神爱人 神爱教会的观点 来比喻 会不会让我们 有一种感觉 觉得那个标准太高了 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人 可以容易做到的 如果那个标准那么高 我们又好像 长久以来都做不到 是不是我们就不如放弃呢 到底在婚姻当中 当我知道那个目标 或者是标准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继续往下呢 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是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 在福尔摩斯的这些书上面呢 讲到有这么一次 福尔摩斯办了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案子 办完之后呢 筋疲力尽 福尔摩斯就想要到野外呢 去散散心 去度个假 他把他的助手 华生医师给找了来 两个人呢 就预备了一些食物 带了一些酒 准备了帐篷 牵着马 两个人呢 就出发了 到野外去露营 这两个人呢 骑了一天的马 离开了他们原来 所居住的地方 有相当的距离 不再是非常的热闹 喧嚣 他们离开了繁华的城市 他们来到乡间 因为骑了一天的马 其实相当的疲倦 两个人呢 就找了一个地方 他们就搭起帐篷 帐篷搭完之后 两个人就开始吃东西 喝酒聊天 然后就在回想 过去他们两个人 曾经怎么样子的 出死入生 然后最近的这一些忙碌 他们的交情等等之下 两个人心情非常愉快 谈一谈呢 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到了半夜 华生医师突然之间呢 被福尔摩斯给叫醒了 福尔摩斯问他说 华生 华生 你看见什么 华生其实碎眼惺忪 他可能前一个晚上的酒意 都还没有全消 就在半夜当中被叫醒 问他看到什么 他揉揉眼睛 往上一看 看见什么 看见满天的星星 郊外果然比城市 要漂亮得多了 看见数不完的星星 他说我看见满天的星斗 福尔摩斯问他说 那代表什么 华生心里想 代表什么 代表明天是好天气啊 还有呢 还代表什么 他开始意识到 也许福尔摩斯又在考他了 所以他想一想 你给我一点时间 如果我稍微辨识一下 这里的七星等等 也许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的方位 说不定我还可以多告诉你一点 现在到底几点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说 还有呢 华生心里一凉 原来这些都不是他要的 他说没有了 华生心里不太甘愿 他想我这么聪明的人 所有能够想到看到的 我都说了 你还看到什么吗 所以他反过来问福尔摩斯说 那你看到什么 福尔摩斯说 我看到满天星斗 华生心里头有点气 你看到跟我看到的 不是都一样吗 他问那代表什么呢 福尔摩斯说 笨蛋 我们的帐篷被偷了 两个人原来都睡在帐篷里头 怎么会晚上打开眼睛 就可以看到满天星斗呢 那代表我们的帐篷被偷了 两个人都看到满天星斗 可是你看到东西 让你想到什么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 稍微注意一下 你们就会发现 几乎所有的夫妻或男女朋友 他们的吵架 他们的争执 他们的处不来 他们的冷战等等 其实原因说不定都不是那么的大 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很小的事情 两个人讲一讲 就越讲火气越大 就关系越弄越僵等等 在两个人的相处当中 到底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都看到同样的一件事 对方这样子做 对方这样子说 你看到满天星斗 可是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 说不定告诉你 你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你的关注 你的观点 很多时候 说不定也是你的盲点 我想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个 做销售很大的一个公司 叫亚马逊 亚马逊的创办人 杰夫·贝佐斯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在他年幼的时候 就非常聪明 特别他的数学非常好 他在十岁左右的时候 就非常会算数 热爱数学 他满脑子都是数字 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想很复杂的一个数学的问题 他也以此为乐 有一天 当他跟他的祖父祖母 一起出门 那一年他十岁 他坐在车子的后方 他的祖父开车 他的祖母坐在旁边 正在那里抽烟 他一方面在看 那个车子里头的那个数字 他在算 我们加了多少的油 这个车子呢 可以跑多远 一加轮的汽油呢 到底可以跑几公里 另外一方面呢 他突然想到 最近老师教他说 如果你抽一根烟 你会减少两分钟的寿命 他就看着他的祖母抽烟 然后呢 他就开始算 祖母抽一根烟 多久的时间 然后这一趟旅程 三个小时 他抽了多少的烟 他已经抽了多久的烟 所以这样算起 他总共抽了多少烟 他损失了几年的寿命 车子继续往前开 过了一段的时间 他终于算出来了 他就突然之间大叫 他就告诉他的祖父母说 哎呀 祖母啊 你抽这么多的烟 我刚算了一下 你总共损失了九年的性命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 他其实本来以为 他的祖父 他的祖母会称赞他 这个孩子才十岁 怎么这么聪明啊 数学这么好 可是呢 没有想到他讲了之后呢 他的祖母却哭起来 然后呢 他的祖父呢 看看他很平静地 说了一段话 他说 仁慈比聪明还要困难 我们很容易看见 事情的表面 我们会觉得 垃圾应该这样处理 我们会觉得 冰箱里头的食物 应该这样放 我们会觉得 今天我们两个人 应该去看电影 或者应该去运动 你应该改变 你的生活习惯 不要一直熬夜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话 许许多的事 我们不断地在说 我们在希望 对方能够好 可是也许有很多时候 我们所讲的话 其实只有显出 或者是要显出 我们的聪明里头 原来那个动机 很可能是仁慈 可是呢 在我们所说话当中 仁慈却不见 我们都在看满天星斗 我们都在看我们周围 许许多多的人 不管是我们在找 合适的对象 我们可以开始 我们的感情的生活 尝试进入婚姻 或者我们已经在 恋爱当中 我们学习 了解对方 适应彼此 我们尝试要能够 找到一些共同的目标 生活的价值等等 还有一些人 我们已经在婚姻里头 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事情 不管你是什么阶段 你都看 你都看见满天的星斗 可是这满天的星斗 代表什么呢 你从什么样子的角度 来诠释 来规劝 或者责备 用什么样子的话语 来表达呢 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上帝选择用婚姻 用爱情来表达 他在意我们 他爱我们 他用一个最真挚 最深刻当时的人 所能理解的关系 要告诉当时所有的人 神这么在意他们 所以他们可以尝试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他和神中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谈论婚姻或爱情 我们又用什么样子的角度 来理解呢 如果婚姻 爱情代表的是尾声 是完全 是牺牲 是陪伴 是成全 我们也许应该要在 这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之下 回过头来看 我们所说的话 以及我们所做的事 有一些时候讲到原则 这些尾声啦 牺牲啦 成全啦 讲原则的时候 我们都同意 可是当我们说话 当我们做事 当我们一起 思考某一件事 某一笔钱 我们要怎么花 我们有一段假期 我们要去哪里 孩子怎么样了 我们怎么做最好 很多时候 在谈论这些的时候呢 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些原则呢 它不见了 反而是我们的那个自我 那个聪明 那个骄傲 或者是需要肯定 它变得凸显出来了 仁慈真的比聪明要困难很多 神选择用婚姻爱情 其实就是要表达那个仁慈 那个非常深刻 真挚的爱 所以不管是我们在寻找爱 或者是我们已经在爱情 在婚姻当中 我们需要回到那个起初的开头 重新检查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想法 也许那会让我们的婚姻和爱情 完全不一样 谢谢您的收看 愿神祝福您 让您的人生 也可以看见 那个更重要 虽然也许是更困难的 我们下次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从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这道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处于耶路撒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